女人 妹娘 你这样子 真是美得让身为女子的我 都会动心 去 今日便让后庭那些坐井观天的丫头们看看 什么才是真正的燕灌群芳 对了高阳 一会儿 这个萧淑妃 也会去去楼盛宴吗 确实如此 不过你放心 她若是敢挑衅姿势 有果帮你 一会儿到了雀楼 我会主动地向萧淑妃赔离请罪 到时候 无论她说什么做什么 你都不要替我出头 就由着她吧 为了孩子 为了孩子 娘娘 所有的事情都安排拖荡了 娘娘 所有的事情都安排拖荡了 嗯 玉燕都未能和太妃好好聊了心里话 昨夜一聚 太妃的风采气度 玉燕有所领略 没想到今日再见 太妃的美貌 也确实让玉燕有些自惭行贵呢 皇后娘娘谬赞了 来 这萧淑妃怎么还没来呀 这萧淑妃怎么还没来呀 陛下驾到 好 媚娘拜见陛下 请坐 媚娘 你说这赏菊宴 我看这寺下里 一朵菊花都没有啊 陛下 想来已经有人注意到了 此宴虽为赏菊 但这雀楼之上 却不见菊花的踪迹 只因今夜此宴 并非为了赏花 而是为了欢迎 一爱花之人 重返宫中所设 伍太妃 伍太妃 本宫听闻你平生最爱的 便是菊花 珍贯年间的大朝会时 更曾先手持菊 纵马驰骋于太极宫菊园 萨爽英姿 令得北莫王 都不由得叹服 自得悉娘回宫时期 本宫特令人 以金蚕丝 秀赐帝女花之徒 今日方告宫成 还望太妃孝纳 承蒙皇后娘娘厚爱 媚娘愧不敢当 仅以此酒 谢过皇后娘娘 婉皇后 你此番确实有心了 多谢陛下 臣妾不过是对太妃往事 都有所闻 今日之举 只是略表静一罢了 陛下 老奴禀告陛下 臣妾不过是对太妃往事 今日之举 只是略表静一罢了 今日不能前来赴赏局宴了 说是雍王殿下忽然得了病 此刻需要照顾 肃杰生病了 严重吗 老奴方才正与详细询问病情 可贤林宫的人 支支吾吾闪烁其词 不肯正面做他 肃杰出事了 朕去看他 是 朕去看他 怎么了 素贱到底 生了什么病 臣妾不知道该如何说起 到底是谁把素杰伤成这样的 陛下 你可否答应臣妾 不管是谁做的 你都要为素杰讨回公道 朕答应你 无论是谁 朕都不会轻饶她 告诉朕 是皇后 是 是 你快说 到底是谁啊 是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老话 什么话 无事献殷勤 非奸即盗 这王皇后对你 未免也太过热情了 简直是甜得发腻 什么仰慕你往日所为 一图结交这样的鬼话 也就片面出进宫的小孩子 她肯定是另有所图 你可千万要小心些 她现在已经是皇后了 所怕的 无非是有人跟她争宠 觊觎她的后卫 所盼望的 肯定是能生一个皇子 继承大同 然而她的这些心思 与我 却没有半点关系 是啊 对了 她定是想拉拢你 去对付萧淑妃 她的意图到底是什么 其实无关紧要 眼下看来 这王皇后 对我并无恶意 我也无心再牵扯到 恭维斗争当中 将来啊 恐怕定会让她失望的 是啊 你现在眼里 也只有腹中这孩子了 你啊 就别在这长须短叹的了 我倒是听说 最近你跟房依爱大人 相处得倒是情色和谐 甚是和睦 怎么了 这么晚还不回去 不怕人家担心啊 我来了